OK,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东西其实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它已经超过我们人脑所能够思考的那一部分 但是其实是纯粹理性的 非常非常理性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比较感性的角度去看这东西 会觉得它自己长出来应该是理所大 可是它不会自己长出来 你要有规则告诉它 所以你必须像写这个程式你必须告诉它规则 非常非常理性 所以在这个程式的世界里面 就是充满着规则 充满着逻辑 充满着你要如何产生某个公式 OK,那个公式如果产生之后 那它后面就会自己变出来了 有点像DNA有没有 是一个DNA 为什么人会长成这样 其实就有一个DNA OK,这个DNA就是告诉它以后要这样长 才就长那样子 OK,所以如果你程式可以写出来 回圈就有那个味道 它会自己自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有没有 自然而然的话可以把那个东西变出来 那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把那个规则想出来 或者像是公式或者叫演算法 OK,它就会自己做了 那有点像机器人 自己做了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你可以把眼光再放远一点 那你有个目标 我当然就是要学会这东西 然后呢 甚至可以把AI给结合进来 然后再跟你目前的领域结合 可以做很多事情吧 现在只要加上AI 就感觉相对值浅一点 有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加入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当然你要学会到后面的那东西 你前面基础要先打稳 自然后面的东西你就不会 就会觉得好像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还用不帅手 因为之前我遇过比较多同学 就是说前面基础没有打稳 然后呢 就是要写一个东西 常常就这边错 那边错 那边卡住 这边卡住 那主要就是根基没打稳 因为错都是错在非常基础的东西上面 对 那我会觉得说 你如果基础的这些应该不会发生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跟各位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这怎么把后面长出来 其实我看到的是规则 所以我必须把那个规则想出来 那什么规则 1 我的规则就是我刚刚讲 中间这个一定会有 有没有 这个就是1 所以我已经变出一个公式 就1 加上什么 加上这边是0 这边是1 这边到这边是12 0到12 然后他要左边跟另外一边 右边 所以必须怎么 那如果1加上如果用i的话呢 i目前它是从1开始 可是我这边是从0开始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它怎么样 剪掉1不就好了 对不对 剪掉1之后呢 再乘上多少 乘上2 再把它刮护起来 丢到这边来 乘4就写出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推论吧 所以有时候你说老师 你又怎么可以写得出来 我就是这样推的 OK 但每个人写的方式不一样 OK 不同的人写 逻辑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再听另外一位老师讲一样的东西 哇 怎么差这么多 这很正常的 OK 所以最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就不会忘记了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自己想你去背别人的程式 你就很容易就忘掉了 所以你千万注意啦 就是也许我写出来的程式没关系 你也可以写写看 你把它delete掉 你从写都没关系 写出来跟我没关系 不一样也没关系 但是结果一样就好了 OK 但是如果写完之后还是跟我一样 那也没关系 可能我们想法是一致的 那是OK啦 好 所以我把刚刚的程式写出来 所以我的写法是1加上什么呢 i怎么样 减掉1 先挂虎起来 然后再把它乘上2 记得 如果你要把它跟前面乘的话 一定要先怎么样 先给它一个挂虎 因为如果你没有挂虎起来 再给它乘的话 它就会出错 一定乘后面只能是乘某个数字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这个计算结果 先丢到一个变数 再把这个变数丢过来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j j等于什么 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把它先丢给j 在这边加上个j 这样也可以 OK 两种写法 看你自己习惯哪一种写法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就执行它 看看它右边有没有长出来 如果没长出来 或长错 你要的方 你再改一下就好了 OK 执行一下 有没有 另外一边就长出来 OK 就是这样写出来 所以你说老师你怎么想得出来呢 对 我就这样 我当然第一次执行 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 没关系 我再微调一下 再调一下 慢慢发现就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所以类似的方案 也许你可以把底下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另外一个树 有没有 就是那个 耶诞树 也就可以这样做出来 这耶诞树要长多宽 多窄 你也可以再微调一下 有没有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做一个绘制 OK 之前有同学程度比较好 他就做完了 他就可以做其他变化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怎么样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其实也是一般考试还蛮喜欢考的 类似像这种这样的题目 另外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要追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一串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 但是记得要先给他刮虎 刮虎起来之后 有没有 再把这个 放过来 如果没有加这个刮虎的话 他应该会发生错误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蛮常 遇到的这种 问题 有没有 这个东西放过来 然后执行 结果会不会一样呢 也会一样 有没有 一模一样 如果你要把它颠倒过来怎么办 其实其他都不用改 只要改什么 改range就好了 有没有 range的话 你就改了 13到0 逗点 负1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他会把它颠倒过来放呢 有没有 颠倒过来放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切还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 训练各位的那个 归圈的处理能力 尽可能的话 就是多多熟悉 反正这些如果你都可以 很熟熟熟练的把它 这个回圈打出来的话 那未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类似于这种状况 就是看到要重复 那你重复几次 中间要怎么去把你要的产生资料带过来 然后也许做个变数 也许不用的话 那把那个公式产生 然后呢 他就自动把你要画出来的东西 或者你要抓的东西 或者你要处理的东西 按照你的规则 把那个资料 做出你要的结果 大体上是这样 请各位试试看 好吗